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光临 阿N与阿N频道 今天与大家分享 谭兰兴的戏剧人生 谭兰兴生于1911年1月12日 在1981年3月13日逝世 谭兰兴原名叫做谭瑞芬 他的夫妻叫做陈宝林 他本身就是广东信德人 他初初善演花弹 战前有美誉是花弹王 后来战后变成花弹王 就是方艳芬 谭兰兴初初是花弹 后来因为发福 体型不适合做花弹 转了行当做女丑 谭兰兴1921年 已经加入粤剧界 起航中人都专称他做陆姑 他有两个徒弟 就是关海山和陈好求 谭兰兴小小的时候 跟着他的姐姐 仙花旺和桂花堂学起 最初他就用桂花咸做艺名 四出登台演出 十六岁的时候 他就升任到 黎原影的传女班 就做这个正印花弹 其后他就和任劍辉 组织了梅花影剧团 一九二七年 十二月一号 晚上七时 他就为这个美国的 泳伪常男女班 就在这个美国 旧金山的永同福气院 就演出粤剧 《盲梅说狠》 《盲梅说狠》 一九三三年 那谭兰兴就和上海妹 加入了马斯增的太平剧团 那上海妹离开了太平剧团之后 那谭兰兴就继续担任这个 这个正印花弹 他曾经主演过的名剧 有刁蚊公主 岸腹马 忠无厌 斗气姑爷等等 他就擅长小曲 所以他也有小曲黄的美语 去到一九四一年 香港就沦陷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那谭兰兴就转到去澳门 就和任劍辉良省波合作 那抗战胜利之后 就长居在香港了 那其后 因为年纪大了 身体就发幅了 于是就改了行当 那就 转行就做女丑 那他曾经参演过 一百四十三部电影那么多 他就擅长演出这个 《潑辣家姑》 那在一九七五年 谭兰兴就退出这个艺坛了 他最后演出的一套电影 就是在一九六九年出品的 《威风大笑岳千金》 去到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三号 那在早上大约十一点左右 那谭兰兴就准备去 非法铺那里电法 那在家里叫了的士之后 那突然之间就高血压 那就引致心脏病发 那就暈了 那后来就跟着去了世 那在三月十五号 就在香港殡仪馆 就以佛教的仪式出品 就由香港八和会馆的同仁主持 那并且就由黄炎 麦炳荣 袁耀雄 林家星 刘月峰 何鸿略等等来到芙苓的 那跟着翌日就在歌连神国 火葬墙火化 那骨灰现在就安放在屯门的青虫冠里面 那跟着下来就跟大家讲一讲 谭兰兴的作品 他曾经拍过什么电影呢 1935年 就有野花香和二世祖 这个野花香就是他的银幕处女作 在这部电影里面 他就饰演一个妖艳的胶制花 1937年就斗气孤野 1938年就有龙城飞将和最后关头 1939年就有血泪情花 1940年就有慈禧西太后和赢得清流博幸名 1941年就有宝剑明珠 1941年就有宝剑明珠 红粉佳人和颠破尘仔 1944年就有齐侯嫁妹 1947年就杨贵妃 宝剑甲府精云 零声大集会 1949年就有宝剑情郎 1951年就吕仪香 1952年就有江水黄传 和这个歌唱胡不归 1954年就有黄金万两 1956年就有肥秀姻缘 霸王鸡腊 和柳门媳妇恶家姑 1957年就有很多作品了 1956年 severe calling 1956年诏语 1957年份 receive 1957年石ika神彗 1958年是杨寺重 1958年情�나 191858年 2058年刀借首 20103年 19 immenselydesign 冤情的冤 差头奉 船公验史 六道何仙姑 涉平贵与涉王宝村 真假肖郎君 软皮蛇三斗老虎那 包公嫁女 七气骚蠢 妙善公主 阿兰加阿瑞 包公其岸宽难解 涉人贵三气柳金花 红叶先缘 神女会商王 傻仔洞房 代代老婆怒 木兰从军 猛鬼桥 和阴阳线 接着1958年的出品 就有社子奉姑 美男子潘安 船公验史续集 朱行记 花染状元红 扶容恨 拉车得美 飞行太子 接着1959年 黄先生 黄先生 騎正烟枝马 黄先生 行正桃花魂 夫妻和信纜 金差隱凤凰 乖疾 山东木 扎脚木桂英下集 孝感动家姑 黄先生 穿初老婆裙 神经白着 山东扎脚木桂英上集 黄先生 招亲 独虎点天灯 弹家公主 担鞠马 接着1960年 虎海红年 教子易君王 龍鳳俠欢花 摩登新娘 烏龙王 非来艳福 奉还巢 招财进寶 奉笛云哥下集 大几角 梁子君封王 卖花得美 代代柳文柴 奉笛云哥上集 烏龙王发达记 虎仪宋米记 天涯慈母类 鸳江遗恨 阿福对错马彪 接着1961年 雷殿相思救太子 太太緝司团 鬼仔报恩仇 紫武桥上集 八美审藏圆 一文前 金大嫂 梁洪玉血战 黄天霸 歡喜夫妻 百战荣歸迎彩鳳 百了朝王 分其付款草老婆 富贵花开鳳凰台 接着1962年 三世回门 劍姑七友转 唐三百取经 霓城金粉小福星 晴蕾染家沙 搶老婆 財神到 猴子正出世 上集 劍姑七友转 下集 职业夫妻 飞天保线 斗神灯 雕瞒元帅 网将军 接着1963年 胡桃福星 还我山河 还我妻 黄泉会母 三傻尋女 点错鸳鸯 老豆赚钱 女儿享福 不是儿子享福 接着1964年 街头汉尾 抢杂新娘 顺手发财 霓虹关 老婆本 好儿子不如好媳妇 添丁发财 通天师傅 改期添丁 孝子言孙 天从人缘 两个猫仔欠老豆 情志易尽 雕瞒女气夫 行运老爷车 玉龙三气烟之苦 行运号码 接着1965年 一帆封信 归房趣事 小姐的丈夫 好姐卖粉果 真假制工 精生瓜 接着1966年 观音得道香花山大河寿 金娇银更娇 七彩湖不归 后被新娘 神秘夫人 1968年 范妮花 和怪盒三气烟之苦 最后一套 最后一套 就是1969年 天赐横彩 之后 谭兰兴就收了山 没有再拍戏 和演出 好 今天分享 谭兰兴的戏剧人生 分享到这里 也完结了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 点赞 分享 也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 我们这个 阿N与阿N 这个频道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 拜拜